好了 上一集说到了 这个耀天说出自己心中 早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 那这个人就是和侠 于是这天耀天公主上朝的第一天 众臣就纷纷地向君主建议说 这国不可一日无君 还是请了公主尽快确认新王 那耀天公主就说 请众大臣放心 自己在危难之际接受任命 执掌朝政 但他对天发誓 他永远都是白蓝的公主 绝不称王 好 又说到这个晋国的晋王 司马虹 这个司马虹因为皇子和皇后的过世 深受打击 于是乎为了麻醉自己内心的痛苦 就开始沉迷于酒色 也不提侧封皇后之事 那不侧封皇后 张贵妃心里就急了 就沉不住气了 于是乎就找到了晋王说 自己接受了皇后生前口头的指示 说暂时执掌奉意 如今身感名不正言不顺 于是乎就特别来归还 请这个陛下再责人选 这当然就是以退为进 希望这么一说 晋王就会想起来 还没有策封皇后的事 就希望能够借此 就直接策封张贵妃为皇后 于是乎 这个晋王 此时实在也是无心在过问正事 就依张贵妃所请的 就是让张贵妃 尽管执掌奉意 如果有处理不来的事 也就请他的父亲张尚书帮着办 张贵妃得到满意的答案 于是乎又告退了 耀天公主 由义选这个和侠为白蓝的驸马 但要知道这个位子 可是天下多少达官 险要梦寐以求的东西 那随即这贵丞相 就开始敲打和侠 让他们既决定入罪 白蓝就要安分守己 遵守这个白蓝国的规矩 这古代将军的虚名 不要也罢 那和侠经贵丞相 这一番敲打 就决定暂时不见这个耀天公主 而不知道内情的耀天公主 正在对着镜子化妆 心情激动的 要等这个心上人和侠来到 却没想到 左等右等了 却只等来贵丞相一人 那贵丞相就说了 这个和侠是自认为配不上公主 不能接受公主的美意 所以就自行告辞了 好 那另一头来看看 这个白蓝蓝的状况 这个神医的徒弟 醉菊姑娘 实在是不忍楚北杰 如此的担心 于是乎就提议 采用师父曾说过的方法 让师父进药的白蓝蓝 用薰针药育的方法 利用皮肤和呼吸来吸收药性 希望能够加快 让白蓝蓝的身子复原 能够早日清醒过来 那前面就说到和侠 下落不明 就离开了白蓝国 这边耀天公主 每天上朝了 就会又被群臣逼问 说你得赶快给我立个新军 这贵丞相就假装好人 就说我们耀天公主 年轻体健 一定是能够带向黄四帝 那在这之前他会和纵臣一起辅佐公主执掌朝政 可经不起大臣的一再催促 贵丞相就说起了 说这个驸马人选他倒是有一个推荐 那就是他的儿子贵严 那反正就是贵丞相 反正就使得计谋 就逼走了和侠 那一面又把自己的贵严给推荐上去 那一边是和侠的下落不明印 一边是贵严的当庭示好 于是乎这个耀天被群臣逼急了 也开始犹豫不决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没想到太监来报了 说这殿外有一个自称是和侠的人求见 哎呀 这耀天公主一听 顿时间是觉得心中一松 笑了 于是乎这个和侠就入殿来念见耀天公主 原来和侠此时 攜带着静安王府的传宝玉 当殿就当着众臣的面前向公主求亲 那耀天公主左等右等等的就是和侠嘛 所以也就不顾这个群臣的阻挠了 他说我和和侠两人是真心以对 所以这一门亲事他答应了 也就是这个驸马的人选又回到了和侠的身上了 另一头这个罪局不是说要用这个勋针要育的方式 帮助白平平归归父身体吗 好 就在这个罪局帮白平平换衣服的时候 竟发现了他写给楚北杰的亲笔信 白平平认为楚北杰能看到这封信说明 他们已经阴阳两格了 那信中他就希望 如果自己已经身亡的话 希望这个楚北杰能够彻底的就忘了他 从此此生安好